小五里 赵老杜 好 朋友们 上课了 这一讲呢 学习光现象的平边境成像 但实际上咱们上一讲的名字是认识了光 光直线传播 还有个光的反射 是不是 但上一讲又有时间关系 光的反射没讲 那这一讲就要先讲一下光的反射 其实你要是听了昨天那个光的烈尺的那个故事 知道光它实际上像一个什么来着 粒子 小弹球 是不是 对 你只要能明白这个东西了 那光的反射理解起来是非常轻松的 你比如说这是个平面 是不是 你要扔了一个小弹球 尤其南端的打篮球都知道 你一个激励传球 这个球打过来以后它肯定就飞出去 是不是 对 肯定是 肯定这个球过来就这么飞出去 是不是 这就是光的反射现象 是要光的反射性 光射向物体表面的时候 小光子射向物体表面了 记住是有一部分光线 有一部分光会被物体表面反射 这种现象叫做光的反射 这地方为什么加一部分呢 那就说明有的不被反射 这小光子挺厉害的你知道吧 小光子有的这样就被弹走了是不是 有的如果你下面这东西比如说是透光性比较好的 比如是玻璃 但有的小光子就怎么样 下去 那就精确了你知道吧 你这些透明的东西反射就不太好 你要把一束光照到玻璃上 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反射会原来的空气中了 另一部分就怎么样进空气中了 进下面玻璃里面了 对 你用光照的水面也是 有一部分会被水给反射 有一部分就钻到水里面了 说明小光子又能弹又能钻 能钻进去那个叫折射 我们下一讲叫折射 好了 人生什么叫光的反射了 那光的反射定律的内容 看看 这个下面的叫反射面是不是 反射面我们一般用虚线表示一下 比如你一处光望这个点照 这个点我们叫入射点 那这条光线肯定叫什么光线 入射光线 入射光线就肯定了是不是 马上怎么样 反射 就反射了是不是 入射光线 那这个肯定叫什么光线 反射光线 反射光线是不是 对 中间这条线叫法线 法线就是跟反射面垂直的 过入射点 我们人为的画一条线 有反射面垂直的 这条线我们叫法线 那这个角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角 入射角 入射光线跟法线的夹角 叫什么角 入射角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说了 听看了是吧 这个角叫入射角 那这个角 没说自己跳出来了 不跳出来你也会 反射光线跟法线的夹角 我们其叫什么 反射角 反射角 它这里面 这个实验室特别难做 因为角都不好量 就是这个告诉你吧 你看这两角什么关系 看着像是相当 它其实就是相当的 它就是相当的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还有这三条线 反射光线 法线和入射光线 三条线在同一个平面内 就在同一个平面里 还有这法线 它是聚在两条线的中间 这就是反射光的 反射定律 三线共面 反射入射法线 在同一个平面内 还有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 分居法线两侧 也就是法线居中 还有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物理上 我们遇到了一个 因果关系的问题 经常考试的选择题 会这么问你 说在光发生反射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说入射角等于 反射角 这句话你说对不对呢 对 对是吧 初学的时候都认为对 这是不对的 它不像你数学里面 说一加二等于三 说三等于一加二 你怎么说都对 在物理里面不行 你反射角跟入射角有关系 但是人家入射角 跟你反射角没关系 这是个因果关系 在这地方多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记好了 因为咱们物理里面将来 会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跟他有关系 倒过来他和他就没关系的 结果什么例子呢 就父子关系 你比如说 这个小孩长得挺帅 你可以推理出来 那他爸长得肯定很帅 这不合适吧 不对 这到底谁推向谁 反正这么说 你真是说小孩长得帅 因为小孩像他爸爸 这也没问题 是不是 你说他爸爸长得帅 因为他爸爸长得像小孩 这就不合适 这就不行了 是不是 就这个关系 因为先有入射角 后有反射角 这是爸爸 这是孩子 是不是 对吧 只有你反射角 等于入射角的 没有人家是入射角 等于反射角的 就在物理上注意 我们家人会有好多 这种概念 比如电流跟电压关系 前来学电学的时候 好 还有 一个反射面 同一个比较 比较这句话 为什么是在同一平面内 实际上你现在 没有去立体的东西 你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这地方 有时候也会考到 我给你说一下 咱这个图里面 你比如说 有条光线 这么照 咱们知道是这样反射 是不是 它只不过是两个平面 这也是个光屏 是不是 你把这个光屏 比如说现在 旋转过去 或者旋到里面去 这个光屏上面 就没有光线了 那说明 它不是由你的面 决定的 是不是 所谓是位置决定的 这是一扇光屏 你把它给 给大门转过来 或转进去 它屏上面 就不显现的光线了 如果考试问你 为什么 那是因为 它们三者 是在同一个什么 平面内 平面内 是不是 好 我现在想着讲的 光是可逆的 挺想 如果有一束光这么照 它这么走 是不是 这条光线就叫什么 反射光线 反射光线 是不是 那现在我把它光源拿过来 你肯定有个光源 是不是 对 拿过来 我这么照 我顺着这条线 就是我知道 现在这入水光线 跟刚才的反射光线重合 那种光线肯定怎么走 沿着OA走 原路返回 是不是 这肯定的 原路返回 这就是叫光路 是可逆的 光路是可逆的 我们同学 应该有这个经历 比如说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 班上有个小朋友 比如坐在后面 是个女同学 就在人家长得好看 也不敢转脸看人家 是不是 拿个小镜子过来 通过小镜子知道 是不是 通过小镜子 斜着 通过小镜子 看后面的女同学 然后你能看到人家眼睛 是不是 对 你别认为人家看不见你 因为光路是可逆的 你只要通过小镜子 看在镜子里面 能看到那个同学的眼睛的话 那那个同学眼睛发射的光 肯定能反射到你眼里面去 是不是 这光路是可逆的 只要你通过镜子 偷看到别人的眼睛了 那别人的眼睛 一定是可以通过这个镜子 看到你的眼睛的 这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 干脆很大胆的 勇敢的 转过脸去看人家眼睛 算了 是不是 结合橡皮用 对吧 这完事了吗 是不是 好 这光路是可逆的 好 那关于光的反射 这实验做起来 太痛苦了 根本也不好做 那就到实验室里面 看一眼吧 看看这光线怎么反射就行吧 错过看一下 来 好 那么 欢迎来到老杜物理实验时间 下一个实验呢 是大致的看一下光的反射 这个实验呢 同样 杜老师需要到一个比较黑暗的 和充满烟的 熏着眼睛的房间里面去做 咱们张警看完 让杜老师出来了 里面太熏的话了 好了 实验镜头跟上 好 你看我们的入射光线 跟反射光线 当我现在在向下偏折 这个入射光线的时候 反射光线也是向下偏折的 我现在向上移动 你看它也是跟着来移动的 好 我们现在垂直照射的时候 如果垂直照射的话 它反射光线也会 跟入射光线重合 不好控制 也可以看到它应该在 同一个平面内的 这样旋转的时候 入射光线 反射光线也是跟着旋转的 好 那我们光的反射这个实验 你做到这里 好 实验回来 这实验确实不精彩 也没什么劲 但至少能看到光 是反射的 好 这一块看 反射有好几种 有好几种 其实咱们同学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经验 比如说 你在教室里面 坐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看黑板 有的时候会发现 黑板的某一个角落 上面写的字 看不清楚了 反光 反光 就是平常说的反光 是不是 对 你有这种经验 是不是 反光 它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你应该遇到过 爱学习 爱读书的同学也会遇到 比如说 晚上在家里 台灯下面看书 尤其你的书是刚买来新的时候 那个有时候 某一个瞬间的时候 某一个时候 那书上的字也模糊 看不清楚了 是不是 也就是你说的反光 是不是 对 其实它就是这个 镜面反射 那都是由于你那个书是新的 那地方太光滑了 或者是因为黑板的某一个角落 那一天 它也很光滑了 发生了镜面反射 什么叫镜面反射呢 就是这个反射面 特别的平 特别的光滑 如果来一束光线 但是一束光线 我们的墨上里面光线是平行的 是不是 那你说它发生反射以后 比如说现在有四条光线 那这四条反射光线 能平不平行呢 也平行吧 对 它肯定也平行 是不是 因为你看 你这法线就是平行的 是不是 对 所以它也会这么平行走 那也就是说 来了一束光线 镜面反射以后 又这样平行的走了 是不是 除非什么呢 除非你的眼睛 正好就在反射光线的光路 你会能接受到这光线 是不是 对 如果我的眼睛 不是在这光路上面 在侧面 有没有光线到你眼里来 没有 或者很少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没有光线到你眼里去的话 你是看不到东西的 所以说 你看那个书 那就是什么呢 它很可能就是 台湾光照上来以后 就这样反射走了 是不是 没有往这个方向来的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把那纸缠缠缠缠 表面那种粗糙了 那这个光线怎么样 就不是往一个方向反射了 可能往四面八方都反射了 是不是 现在黑板也是 黑板反光 肯定是因为 那个地方 今天变光滑成 所以呢 这正面反射 可能会让 不同角度的人 会看不到那个发光体 或者这个反射面 所以有的是造成反光 看不清东西的 都是什么反射造成的 镜面反射 对 镜面反射 镜面反射 实际上我们生活中 大部分反射 都不是镜面反射 都是慢反射 慢反射 哎呦 这个镜面反射特点是吧 来说一下 反射面凭种光环 当光平行入射的时候 会被平行的反射 发现也彼此平行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想说 另一种反射叫慢反射 你实际生活中啊 大部分物体的表面 它都不是光滑的 哎 它不对吧 你看这个很光滑 其实这个表面 它根本就不光滑 尤其是咱们教室里面的黑板 真正合格的黑板 它表面都应该是凹脱不平的 如果你要真的很 跟家里面墙上挂的镜子的话 那好多地方是看不见的 就是表面要放大以后 它都是凹脱不平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发生慢反射 你看啊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 这是放大的是不是 这是放大的一个反射面啊 如果你再来一竖 反射光线 你看 它这地方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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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面都不一样是不是 实际上如果征着反射面的话 它是切线啊 这样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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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反射面都不一样 所以你想反射光线能平行吗 不能 这肯定不能了 它是这样 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画的就是四条 实际上一束光里面有无数条光线 是不是 那无数条光线呢 可能像各个方向都有了 是不是 对 那这样我仍在不同的角度 多多少少的都会怎么样 结束的 结束到一部分光线 是不是 哎 只要眼睛能接收到光线了 那我就可以看到物体 发光的物体 是不是 或者不发光的物体 看到这个不发光物体反射的光线 你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黑板 那这黑板它是自己发光的 它后面通着电 这个黑板是通着电的 是自己光源光线到你眼里面去 是不是 你说我看到家里面的奖牌的桌子 它不发光 是不是 家里吃饭的桌子 那墙 它都是不发光的 对吧 不发光 那我怎么看见它的呢 那就是发光的物体 把光线照到它上面去 然后怎么样 反射 对 反射到你眼里面去的 但这个反射主要是什么反射 慢反射 慢反射 那就是说 生活中我们眼睛能够看到发光的 以及不发光的物体 发光的就不是反射了 发光的就直接过去了 是不是 那你这么说 生活中不发光的物体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它 绝大多数情况 是因为这个物体的表面 发生了什么 慢反射 对 发生了 慢反射 慢反射 你说呀 它这慢反射呀 这个反射光线是杂乱无章的 是不是 嗯 那你是它增不增守反射定律呢 嗯 翻线是不是共变 是 法线是不是聚中 是 反射角是不是等于入射角 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 你肯定可以看到我刚才亮出一个图了 嗯 是不是 我现在等于把这个地方给放大了 是不是 对 放大以后你看 这个反射光线与它对应的入射光线 你看 还是风机发线两侧 是不是 嗯 反射角等于什么 入射角 入射角是不是 三线还是共变的 所以虽然 反射光线是达罗武章的 但每一条反射光线和它对应的入射光线 依然增守什么 反射定律 对 一眼增守反射定律 三线共变 两脚相等 法线聚中 反射面粗糙 凹凸不平 平行光入射的时候 反射光线向四面八方 法线彼此不平行了 是不是 嗯 但是要注意 慢反射也增守什么 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 它真是想懵你 慢反射也不增守反射定律了 瞎说慢反射也增守反射定律啊 好了 那个课堂笔记一 你应该是自己填上啊 自己填上 然后呢 课堂完了以后 我们回来还要讲第二块 平面积层像 平面积层像 有意思的东西挺多的 那先休息一下 iran痲凸